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程式demo一下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它就是把資料先抓下來 有沒有 然後把圖畫出來 當然顛倒的話可以把圖刪掉 有沒有 刪圖 這個前面講過嘛 刪圖 把它直接刪掉 那當然你要重抓這個資料 比如說你可以有更新的話 那你再把它重抓 那其實這邊的話 資料怎麼抓下來的 當然我們剛剛是一步一步來看 我們一樣 我再把它重抓一次 我用那個F8 一行一行跑 先把資料刪掉 那首先它建立一個IE物件 並且讓那個IE物件去連結到這個網站 然後等三秒鐘 OK 有沒有 它一二三 它下一行了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 我實在看不到那個IE物件到底裡面是放什麼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邊加一行 叫IE 點什麼呢 IE物件裡面你讓它Visible 叫有一個屬性 就是要不要讓它被你看到 你後面加一個等於1 1的話就是要 0的話就是不要 所以假設你加了這一行 把它倒測一下 有沒有 在這邊 你如果把它執行這一行 我用F8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 如果Visible等於1的話 這個時候呢 它的瀏覽器就被叫出來 但是如果沒有等於1的話 這個瀏覽器是隱藏在記憶體裡面 是不會看到的 OK 那等於是說呢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原來它是把瀏覽器打開了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了 我們主要是針對這個瀏覽器裡面抓下來的資料 再去把它爬到Exel的動作位啦 OK 所以喔 當然如果你要把它關掉 很簡單啦 你就是把這邊 Visible等於0 然後再把它倒測一下 如果Visible等於0的話 就是讓你看不到 所以目前是被有看到 所以如果假設 我要讓它不被看到的話 那我可以在這邊寫一個叫 Visible等於0 然後讓它 這個箭頭可以往上拉 然後F8 那你會發現 剛剛的IE物件就消失了 那預設是Visible等於0 意思是說 預設狀況是不會被看到 那如果你假設要看到的話 你就在這裡面加一行敘述 IE.Visible等於1就可以了 1的話就True 要被看到 不過啦 這個我想兩可啦 如果不需要看到 你就不要寫這一行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抓 首先這個地方 這一行敘述是抓Table的標籤 後面有個刮鬍 刮鬍1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找了一下 網頁裡面的Table嗎 Table的話 總共有兩 其實就是WaveTable 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 那記得後面加一個小瓜糊0 指的是抓第一個表格 OK 然後如果你要抓第二個的話 就是 這個小瓜糊裡面放1 那你說為什麼 是不是第二應該輸入2 阿根會講 因為這個叫鎖影值 也就是說 你要抓第幾個 它的編號 一定從0開始 不會從1開始 所以我要抓第二個 這個地方 當然我是抓一個什麼 小瓜糊1 指的是我要抓第二個表格 所以它會把這個表格的資料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這個物件名稱我自己取叫Tbl 然後再把它的TR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那實際上就是抓哪一個 抓這一個 有沒有 這個可以收折 其實就是把這個裡面 所有的東西抓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 它裡面有一堆的TR 有沒有 一堆TR 所以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我要把這裡面的 所有的TR 裡面的資料把它抓回來 所以我再來把這裡面所有的TR 抓回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TR裡面還有TH 那主要是抓這個裡面的這個資料 所以TH裡面的資料是指的是這個 所以這個是造勢 建樹瓜糊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把這個 這個東西抓回來 所以這個裡面的資料 主要是抓這些資料 那為了要抓這些資料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分析 知道它的基本的架構 也就是說 這樣橫向的一個叫TR 那每一個的話 那每一個的話可能是TH 所以這邊好像藍位名稱叫TH 那這邊是TH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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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一樣TH TD TD TDD 那裡面的資料通通幫我抓回來 所以我寫了一個對應的程式 那程式怎麼寫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一行 現在跑這一行的話 是把整個table抓回來 那下一行的話 是把所有的TR全部抓回來 然後呢 因為抓回來的列不只一個 所以TRS的話 實際上是很多列 目前看起來應該差不多20列左右 那我不知道裡面幾列 所以我把它裡面的總長度-1 從0開始嘛 OK 所以意思是把每一個做處理 那只是說裡面有TH 也有TD 所以我把它分開來 分開處理 那怎麼分開處理 我想個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就是 如果TDS 這個地方的話 先去找一下 getTH看看 那TH裡面的數量 假設大於1 什麼叫大於1 大於1指的是說 它這個裡面 像這一列的話 應該是有四個 所以這個應該 這個大於1的話 指的是跑這四個 其他的話就跑下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次應該是跑 這個嘛 第一次應該是跑這裡 把它裡面的TH全部抓回來 那如何抓到裡面的資料 有一個屬性叫Innertest 所以把裡面的資料 分別把它抓回來 所以Innertest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nnertest抓下來 然後放哪裡 第一個好像裡面空的 第二個的話就照了事件數 有沒有 第三個就是死亡人數 有沒有 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在Nertest之後 跳下一列 所以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 它的TDS應該就是 一個而已 所以不會大於1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跳下一個 L10這裡 然後分別把它 所以先抓TH 然後再抓TD 再抓那個 它裡面的資料 不過好像看起來 有沒有 87 然後裡面的Innertest 一個一個把它抓回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是TH 這個是TD TD 一直類推 所以假如底下的資料 分別把它 再來應該一樣 這個應該是 88年 然後裡面的 肇事件數 死亡 受傷 取締 劍數 OK 然後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只有比較特殊的是 這個地方是 上面的欄 D列的時候 需要跑四個 其他都跑一個 TH 其他 再來就是TD 其他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一樣 轉共這邊 轉共有四個欄位 肇事件數 跟死亡人數 還有受傷人數 一直到取締 違規的劍數 你可以看到 從87年一直到108年 好像肇事的劍數 好像有慢慢往下遞潛的趨勢 那死亡人數有沒有越來越少 看起來好像也是越來越少 不過 你算應該後面應該再加上 最近幾年的 如果最近幾年也加上去的話 那應該會更完整 受傷人數的話看一下 受傷人數好像有往下 但是108年突然又增加了 前一年 比前一年還要增加一倍 那取締件數好像越來越少 是不是取締的 這個緊力不足還怎麼樣 不過當然如果你看數字這樣看 其實我是覺得 資料量少看起來OK 但如果你把它畫成圖會更好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仿照外匯的方式 就是把資料再把它繪製成折線圖 這個折線圖部分的話跟前面一樣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就把它畫四個圖 直接畫在右邊的部分 OK 把它照式建樹把它畫在這邊 最後當然我是希望你們期 期末報告的部分 可以在這邊再增加按鈕 我是希望最後你們這邊可以 把它按鈕加上去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就在這邊操作好了 比如說第一個圖應該是下載 或者叫資料下載之類的 OK 然後這邊的話加一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下載 那其他的按鈕的話 可以把這個複製這個按鈕 第二個 第三個 那第二個的話可能就是折線圖 全部 問一下全部折線圖也可以 那這邊的話就三圖 好 這樣子OK 好 我試一下 這個圖把它刪掉 這個重新下載一下 讓它重跑一下 看到沒有OK V的沒有把它設為1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可以看到那個 瀏覽器 不過它好像有點卡住 這邊 啟用一下好了 然後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要看到那個 IE瀏覽器的話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或是把它改成0 好 這樣 然後折線圖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試著 不一定要針對這些 這個四個欄位 你可以自己再換一下 可以稍微再針對 那個 這個網站 這個交通部的叫什麼 統計查詢網 資料其實給的還滿齊的 其實操作起來 可能還要花一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OK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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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